字幕 李宗盛 這是豬頸肉嗎? 是 做半磅 好 沒問題 謝謝 半磅 我是月主員 大家好 剛剛看到我去家市買這些肉 這些是豬頸肉 大家都看到 有巧合的 它是在刨一片片 現在這些方便 以前買的豬頸肉是一塊塊的 無論是新鮮 和雪藏也好 即是急凍 都要回來自己切 現在好 它已經刨好一塊塊 我剛才回來 就放了下冰箱 所以現在都是冰的 一塊塊這樣 可以拿到一塊給大家看 都不錯 一塊塊豬頸肉 變了不用煩 這些都不錯 老闆 側半磅 OK 挺不錯 其實這些不是一磅磅買的 是一包包包好買的 因為免得你選擇 你選擇 老闆熟 隨便吧 這個虎煲 很久沒有出場了 那時候婆婆買的 剛剛買的 以前那個三眼仔煲 已經弄了 現在買了虎煲 都整年了 現在要等它出場 今天就做這個豬頸肉 粉絲煲 雪櫃 雪櫃找個洋蔥 本來就 不知道做些什麼 又找到 我最喜歡吃這些 草菇 現在9元 粉絲 我喜歡吃這隻粉絲 因為這些散裝 我就覺得好吃一點 沒什麼所謂 我一買買很多 買一斤左右 現在已經加了價 以前十一二斤斤 現在好像十七八斤斤 現在貴了一點 不過是比較好吃的 馬上做給大家看 這些急凍豬頸肉 都要清水解凍 要浸水 這樣做出來很淡色 所以我曾經都在蝦煲 粉絲蝦煲 告訴大家 用一些生抽 或者用一些老抽 加上去浸 讓它有色素 我這次用了一些老抽 多一點 一個湯匙的老抽 先浸水 浸了出來 是不是黑色 不是的 是金黃色的 你會理解到 不是黑色的 現在浸透水 浸了出來 待會洗乾淨 這些粉絲 是金黃色 這樣色 還要淺一點 這個鍋就漂亮一點 解凍之外 就處理了 蔥、洋蔥、辣椒 和草菇 先 先去洗乾淨 再洗乾淨 這些豬頸肉 這些豬頸肉 應該都已經解凍了 我們可以洗乾淨 都是用少許鹽 醃一醃 少許鹽 少許鹽 拿去兩分鐘 等它再沖洗 這些雪味就走光了 先去洗乾淨 豬頸肉 也要用廚房紙 鎖一下 否則很濕 很難炒 這樣鎖一下 你看到乾度 不太濕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的豬頸肉 我不用醃 直接炒就行了 因為我會用沙爹醬 所以不用再醃 現在先處理粉絲 粉絲浸了一陣 軟軟的 你看看粉絲的顏色 待會沖水 它就會更加淡 沙爹粉絲豬頸肉 非常之容易 洋蔥是用來墊底的 對 很簡單 因為你免得黏底 最好洋蔥 墊底就好了 草菇有就放進去 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以不放進去 草菇也不要放進去 先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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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浸太軟 否則是軟軟的 不好吃 反而現在有些 煙韌感就會好一點 草菇也可以放進去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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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塊洋蔥 現在最重要是 方便煮出來 好味 就行了 不要做 這些蔥和辣椒 放進去 就可以了 OK 現在先不要理會 先放進去 先炒 先把豬頸肉 放進去 放進去 本身豬頸肉也有油 但也要放進去 好 現在就放進去 這些豬頸肉沒有醃過 就這樣放進去 就行了 先放進去 不用說太久 因為還要經過煲 就是告訴大家 經過煲仔 炒一炒就行了 好 先關火 先放下 沙爹醬 其實什麼醬都可以 加多一點 因為它的味道 主要是沙爹醬 加兩個湯匙 讓它更濃 不要蝦 否則不好吃 然後我們要下一個湯匙 的蠔油 放一點胡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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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再上一上 你看看 你用哪種沙爹醬 看味道夠濃 如果你感覺到不濃 你要多加一點 你要知道 我都覺得它不夠 要多加一點 因為整個煲不好吃 就搞不好 OK 加多半湯匙 加多半湯匙 加一點生抽 不夠味 就不好吃了 加半湯匙的生抽 這些豬頸肉 就入味了 豬頸肉 就入味了 但是 另外的粉絲糕 就入味了 所以我現在要加點水 這麼大的煲 要加大約400毫升的水 先煮一下 煮一下 先煮一下 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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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過鍋了 煮一下 加1湯匙的糖 那些沙爹醬的味道會比較濃郁 現在就可以多過鍋 其實現在就可以過鍋 不過看見豬頸肉 就不夠顏色 那是有個補救方法 因為沒有醃過 就是這樣 現在就過了 鍋 再加一點水 另外這邊 這邊也要處理一下 因為我覺得它顏色不夠 要它好吃一點 加上1茶匙的沙爹醬 加上少許老抽 半茶匙的老抽 開著火 兜兜它 想上色 讓它更加顏色 更美一點 有時候的食物就是這樣 如果太過白 就不好吃 而且這些味道 它經過剛才給水煮過 就不夠濃烈了 好 放幾粒辣椒 炒一下 OK 現在就過了 豬頸肉 現在就可以了 蓋起 滾起 就搞定了 讓它煮一下 沙爹粉絲豬雞肉煮 搞定了 好 過來 哇 來了來了 哇 小心小心 喂 沙爹 豬雞肉粉絲煮 大家看到了 好像很多水 你不用擔心 因為粉絲 慢慢慢慢就會吸收 水 最緊要去煮 現在有一股 很濃郁的沙爹味 其實吃這些煮仔菜 如果你不夠味 就不好吃 你要記住一樣東西 因為不夠料 就吃不到味 這麼多粉絲 這些水 會吸收 通常我們煮這些粉絲煮 很多時候 很乾 很不好吃 但是一路一路吃 就會很濕 現在灑上 一些蔥花 這個煮很簡單 只要你買到這些 切好的豬頸肉 回來這樣就可以 其實有什麼材料 就用什麼材料 有草菇 有洋蔥 有洋蔥 粉絲 這些人都有 OK 很簡單 多些肉都不要緊 很棒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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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草菇 有白蘑菇 有白蘑菇 就可以了 讓我試一試豬頸肉 給大家看看 你看到了 嘩 挺漂亮的 又不是很肥 讓我試一試 好好吃 又軟又爽 因為不太硬 很多時候都很怕它很硬 嗯 好吃 不用煩惱 好幸好我剛才 最後都加少少少沙爹醬 因為味道不算夠濃 不夠濃 不好吃 草菇不用試 先試粉絲 剛才不是很多水 其實現在正確 沒有了 沒有了 現在正確 如果剛才的乾燥燥 現在很乾的 要告訴大家 煮粉絲煮 有過要求 乾燥燥不好吃 很多時候 我以前煮 加點水 吃飯的時候 就最不好 現在就 剛剛我們看 你們看不看 一點水都沒有 給你看看 會吸收了 嘩 OK了 嘩 先夾些粉絲 嘩 嗯 看看味道不夠 嘩 嘩 這個很成功 待會兒一群俊俊 肯定搶著吃 嘩 嘩 底部還有洋蔥 希望大家都知道 不會焦 因為有洋蔥底 有那麼多水 現在這個煮 不萬能 無敵 簡直可以參加比賽 嘩 沙爹粉絲 豬頸肉煮 有些菇 就放些菇 洋蔥墊底 包你吃 嘩 多謝了 希望大家喜歡 我這次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些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好 愈煮愈煮愈煙 其實我煮趁有煙 隨即開餐夠堅 永無吹噓 永無虛假 用個心夠自然 有實在 有實在 有實際未必 盡力做未會發癲 全力幹一切盡獻 天天體見